- 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有不少人都喜歡出國自由行,省錢或想體驗當地氛圍,選擇青年旅館這些地方去投宿, 但日本在國警解放前夕,爆出一宗青年旅館業者下約性侵多名女性,亦被警方搜出大量女性偷拍照片和影片, 疑犯被逮捕後仍然辯稱無對女性落藥,目前青年旅館的Facebook專頁已經被民眾留言洗版, 美食網站亦迅速落架了相關熱面,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 日本江山縣青年旅館因為可以體驗露營等多項活動受到好評, 現在48歲的老闆無奈進程於2019年8月涉嫌對一名來自神愛村縣的30多歲女住客的飲品落藥, 趁她昏迷無法反抗時性侵得請同年9月份亦將她拘捕提出起訴, 今年10月10日無奈因為涉嫌對女性落藥被捕,之後發現原來這名疑犯在2020年7月亦對另一名單身女性伸出魔爪, 手法都一樣,在飲品混入藥物再加以性侵,而這名女性似乎沒有發現自己被人侵犯, 還在同年8月再次入住,結果再次被性侵,不過疑犯被捕時否認落藥,聲稱被害人合意性交,但根據警方發現, 無奈所經營的旅館裏面藏有大量女性住客偷拍相片和影片, 亦有多名女性通報自己懷疑曾經被性侵或猥瑣, 警方針對相關事證和疑犯手機使用紀錄和住宿者名單進行調查查查明是否有更多的受害者。 這單案曝光我之後,民宿社群網站遭到憤怒民眾留言洗版, 亦在罵老闆行為卑劣,呼籲盡快關閉他們社群的照片、頁面和訂房渠道, 去保護曾經投縮的女性,避免他們再次受二次傷害。 這類新聞不時有發生,甚至乎是聽朋友說過, 有時住在這些偏遠地方的旅館亦有發生過奇怪的事, 但幸好是他自己鎖住了門便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大家去外邊旅行記得小心點。 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我們下集再見,拜拜!